哈囉 大家好 我是Tim 然後現在我人在台中 對 因為剛好今天有拍攝 因為之前在很春的時候 我有拍了一個必吃美食 然後呢 那支影片大受好了 今天進來到台中了 那我就來拍一集 關於台中的必吃美食這樣 所以我今天會列出五個 是我覺得可以嘗試看看的 然後再推薦給大家看好不好吃 然後我還特別取了一個名字 叫做實力派 希望這一集就是推薦的系列 可以持續做下去這樣 好 那我們就出發前往第一站囉 出發 好的 第一間店來到的是位在 台中市北屯區的京巷 對 然後是一個看起來很可愛的小小店 然後聽網路上評價也蠻好的 所以就來嘗試看看 好 我想要一個紅酒燉牛肉 紅酒燉湯 然後再一個柚子冰湯 有很多像是沒有 像我本來想吃布丁 然後也沒有這樣 然後就蠻可惜的 我點的是紅酒燉牛肉跟柚子冰湯 然後總共是340塊 以CP值來講 我覺得沒有到很高 因為柚子冰湯就是一般這樣 然後紅酒燉牛肉的部分 我覺得湯汁還不錯 只是有點略鹹這樣 所以覺得再淡一點點可能會比較適合 對 然後櫛瓜跟南瓜的表現 也比較平淡 就是沒有特別的突出這樣 就沒什麼味道 就蠻可惜的 但是太陽蛋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如果你是喜歡吃紅酒燉牛肉 它的那個燉牛肉沒有那麼的軟 所以如果你是比較喜歡吃軟的話 可能會比較不適合你這樣 然後如果以10分來講的話 大概可能給個6-7分 好 那我們就前往下一家囉 好的 第二間來到的是 位於台中市西區的營所 然後這間呢 其實我 來第二次 可是第一次的時候 就是那時候剛好沒有開這樣 對 所以現在有時候來嘗試看看 然後這個類似算是 調酒啊 或是相關的這樣 對 所以說它是開晚上的 所以很正義 你晚上想喝酒的時候可以來這樣 對 好 那究竟會怎麼樣呢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啦 如果說你想要喝稍微淺一點 會建議你可以喝這個白香狗 它喝起來算蠻綿密的 好 那我就這杯 走吧 好 那我就這杯 走吧 好的 剛離開了第二間店 然後來分享這間 COMSO 營鎖這間的心得這樣 好的 剛離開了第二間店 好 然後首先呢 以氛圍跟中紅 我超級超級喜歡 它比較偏美式的那種風格這樣 然後有很多公仔啊 然後老闆人非常非常好 然後以飲料來說 我是點人白香狗 就是它是比較偏酸甜的那種 但是它其實酒味還是蠻重的 所以如果你是 喜歡酒味很重的話 你可以來 但是如果你比較少美酒 像比較酸甜的話 你肯定要順選一下 對 不過如果以10分來講 我可能會給個7.5分吧 對 就是如果你半夜 然後喜歡喝酒 或是什麼的話 我覺得其他能推薦的 對 好 那我們就前往第三間囉 第三間呢 來到了就是位於台中市西區 在廣山收購附近有一間 叫巷子裡面的小店 叫做智曼客旅 然後呢 這間是 它聞名的是 書炸手指豬排飯這樣 所以想說今天來點點看 那就帶大家去嘗一下 到底好不好吃呢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那我們就出發吧 來分享一下剛剛那間的感想 我點的是 書炸手指豬排 書炸手指豬排 咖哩飯 對 然後呢 以它的咖哩來說 其實算是比較稀一點點的 然後口味比較淡一點的 所以如果你要來吃的話 其實 我蠻建議 如果你吃辣的話 可以加一點點辣這樣 可以把那個味道提出來 然後呢 關於豬排啊 它其實是現炸的 對 所以就是很酥脆 就是毋庸置疑的 然後呢 但是它的肉其實算是緊實的 這樣 只是面液有點稍微厚一點點 如果以價格 價格大概是 我點的那一碗是165 這樣 就以該的價格來說算OK這樣 所以如果要平分的話 0到10分的話 我可能會給7分吧 這樣 好 那我們就前往下一節囉 然後再有一個 2個 4個 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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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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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個 2個 5個 1個 2個 4個 是来到位于台中市西区的一个叫做Heritage的甜甜圈的店 哇 人很多很多 然后 这算是其实我第二次来 因为第一次的时候 就是人 就是我去的时候已经卖完了这样 所以这一次就来台中再来尝试一次 果然没让我大失所望 我真的是很喜欢他的那个 我点的是巧克力的 然后 他的巧克力是有点微苦 但是是你搭上红茶之后 因为他红茶是无糖的 所以 综合在一起很刚好 然后巧克力很好吃 因为我算是巧克力控这样 所以我对巧克力蛮执着的 所以我就蛮喜欢他的巧克力这样 我觉得还不错 如果是下次再来台中 我会愿意再来一次那一种 如果是10分来讲的话 我可能会给到8.5分吧 就是他整个装潢 然后整个东西都很好吃 只是缺点就是人有点多 所以你来的时候可能就要排个队这样 当然你也可以内用啦 因为我刚好是内用这样 对 还不是我 这件还不是我 所以推荐给喜欢吃甜点或甜点圈的人 对 好 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去 最后一件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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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间就是在台中市南豚区的Creaming Belly Coffee 然后它上一个是一个小小店 然后他们几乎每次来几乎每次都后卫这样 然后它是没有预约的 所以就是你到现场来才能预订这样 然后呢它其实我是来第二次 然后我第一次的时候就很喜欢这边这样 对算是有一个私长名单 因为它我今天点的是那个棒蛋糕跟气泡饮 柠檬苹果气泡饮这样 然后第一个呢环境非常好 然后它就是很算是很韩系的咖啡厅这样 所以如果你喜欢韩系的话这边来台中的话你一定可以来 只是它位置比较在比较偏远一点点 它不是在市中心 不过附近有捷云 就是很快就可以就是从捷云站出来 就是你下下应该就可以倒了 然后呢它是限时应该是两个小时左右这样 东西我觉得蛮好吃的 因为柠檬棒蛋糕算是我蛮爱的这样 只是它的糖衣有一点点厚所以你要搭配它的那个蛋糕本体 多一点点这样吃 这样才不会太甜 饮料的话我超喜欢 饮料搭配啊还有那个水果片 然后再加上那个气泡仪 我很喜欢这样 所以就是如果对于韩系咖啡厅有兴趣的话 大家下次可以来这样 然后如果10分的话我可能可以给到9分耶 我觉得我很喜欢 就下次来台中的时候我一样还会再来这间店 然后店员也很好 然后东西也没话讲 然后氛围什么的都很好 所以我觉得推 好 那以上五件就全部结束啦 那最后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 别忘了订阅按赞分享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说你推哪些餐厅 或者是哪些咖啡厅这样 然后下次去踩一点 好啦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啰 拜拜